美国两党的党态建立,民主与共和的分立,两党的现状以及两党的选民基础做了介绍 那么这一期呢,我们还有两个部分,就是两党的政策分歧与他们的经费来源以致出 下面呢,请看一下政策的分歧 这个谈到党派呢,你不谈谈政策是肯定是不行的 那么共和和民主两个党派呢,这个从政治政策上呢,有比较大的分歧 当然有共同点,我今天只谈分歧的部分 那么分这几个方面,这个你比如说像经济啊 社会啊,还有这个比较常考虑的一个外交啊,这是三个方面 那么从经济角度来讲,那么第一项呢,就是那个这个关于提到最低工资的问题 那么共和党就反对 他的观点就是说什么呢,就是我最好这个最低工资不要提太高了 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对企业来讲就有好处 那么就我就会减少这个,如果你把工资高的话,那么这个企业主他就不愿意干了 他就会把这东西外包出去,外包让别的地方,这个成本会低一些地方来干 那么这样就损害了美国,美国人的利益 那么民政党观点就不一样,他要增高最低工资 他支持的增高这个工资 一般工资增高之后呢,那么每个人的收入就会增加 那么他怎么来协调这里的部分呢 他来协调商业 你比如说这个,我做一杯子 本身我的业主呢,是可能挣一块钱 那么到最后呢,这个在商业方面呢 我给他一定的优惠,使得他挣的钱 把这个人员的工资提高那一部分呢 给他平衡过来,这是两党的不同点 第二关于税的问题 这也是这次大选当中争论最多的问题 那么当然是各个党派的宣传 攻击对方都有自己的词汇 但我这里边呢,只是给你讲讲的 大致的,就是他们的基本思路 关于增税的,共和党呢,反对 他认为呢,你减少税呢,会增加GDP 你增加GDP之后呢 我们整体的税收呢,不会减少 也就是说,他这么考虑这个问题 你比如说,我税收减少了 那么你就干的活就会多一些 那么税率啊,税率不减低 但他生产东西会多一些 这样增加GDP之后呢 整体的税收还是一样的 这是共和党的观点 民主党不是,民主党观点呢 当然是这个,他会增加这个税 但是,有一个关键点 他是增加这个富人的税 你比如说这个,当你收入高于某一定数时候 你比如30万40万 这时候呢,我增加他的税收 来平衡这个整个的这个 政府的 这个国库的开支 那么这两者呢 这个观点不一样 实际上呢 怎么说呢 没有好与坏 从整体这个两党的这个 这个政策的分歧上来讲 我严格来讲 这两党的分歧呢 没有绝对的好和绝对的不好 如果有绝对的不好 或者两党肯定就不选他了 都是 我可以好也可以不好 放在中间的时候 才产生出来这种分歧 那么下一个这个保健制度 这也是这一次大选当中提到最多的一部分 那么 这个民主党呢 就就提出来 去全民保健 那么我 我最好是像这个加拿大一样 那个每个人呢 都有保险 那么就 就不会这个 有这个穷人看不起病 这种情况 那么这里边有一个缺点 就我每个人都得要买保险 都得要 这个钱不会是天上调来的 你肯定有一个平衡 那么这就说了 我不想做这种 我有我自己的选择 我不想做 我不想 我跟大家一样偷偷的钱 我想我买一定的保险 来为我自己付 是个体化 这就是共和党 所想象的问题 实际上共和党 这个民主党攻击共和党 就说你看他不考虑全民 实际上也不是 共和党考虑的这种保险 他是说呢 所照顾的人群只有两者 一个呢是老年人 就长者 那么我会 国家呢会辅助他 还有一个穷者 我买不起的人 来做这个 对于大多数人 还是你个体化 就是你自己愿意买什么样的保险 你买什么保险 是这两者 是这么一个区别 所以呢 就是在宣传当中呢 可能是 就为了攻击对方 把他 这个 放大化 来导致 两个这个制度 可以 到现在我们可以说 这两个制度 都有好的一方面 都有坏的一方面 没有绝对的好与坏 这是呢 这个经济 就是有关 那个经济政策的方面 那关于社会 这个政策当中呢 也有不同的 比如说呢 这个社会保障 比如说领补入金的 这个 这个东西 民主党呢 就是说呢 应该扩大这个 那么人人要平等 你比方 你那是 从墨西哥 跑过来难民 你也跟他 他穷了 吃不起饭 你也得管他呀 就大概是 这么一个道理 这么这样 就导致一批人呢 这个 尤其在美国呢 有一批人呢 我只要 我生了一个孩子 拿多少钱 生两个孩子 拿了 我生五孩子 我什么都不能干 我这开销就够了 所以呢 这个 这个有一批的 这个族裔的人 那么把这 生孩子这事呢 当作一个 主体 不管我结婚 不结婚 再放在一边 但我有那么多孩子 我生那么多孩子 然后我就 可以不工作 这是民主党的 一个观点 公共和大不是 公共和大要收缩 我不是说 所有人都 都要给你 这个 这种 这种补贴 无偿的补贴 这样会独促 这个大多数人 去自己找工作 自力更生 那你说 这两者 哪个 哪个好 哪个坏 都各有好处 和各有坏处 那么第二点呢 关于社会政策 第二点呢 是大麻合法化 这个一提到大麻呢 这个 大家呢 都都都都 觉得好像有点 这个 尤其是华人 我是吸毒呀 实际上 我怎么说呢 实际上 这个大麻呢 不是像 你想象当中的 这么厉害 我举个例子吧 那个口罩 说是美国人 不爱戴口罩 这个中国人就想 这戴口罩 怎么就那么难 你戴上去完了吗 这有什么 难受的呢 你为了 防止传染病 你戴上不就行了吗 那么 我再给你举另外一例子 这个绿帽子 这中国的男人 都不愿意戴绿帽 那美国人说 你戴个绿帽 跟戴黄帽子 有什么区别 不一样的吗 那这就是 不一样 在美国人 心目当中 口罩 戴口罩人是弱者 是有病的 我没病 我为什么要显示出 我有病 那我变成一弱者了 所以这一个文化 和传统的不同 导致 大麻也是一样 那么一谈到大麻 这个中国人说 我靠这个 这吸毒 实际上在大麻 在美国的社会当中 非常非常普遍 如果开party 不弄点大麻吸气 那这party肯定开跑 那么在这个 美国当中呢 有16个州 是非法的 这个对15个州呢 是合法的 那其他的没有规定 所以大麻合法化呢 是指 非医疗的大麻的 非形式化 听这个词 稍微有点绕 就是非医疗大麻的 非形式化 也就是说 我使用非医疗大麻 不触犯法 这里面要谈谈 美国人怎么看大麻 这个大麻呢 实际上是可以 替代酒精的 也就是说呢 我喝酒 美国人喝酒太多 西方人社会当中的 喝酒的人 远远要高于 这个亚裔的 实际上使用大麻呢 可以替代酒精 也就是说 我吸着大麻了 那么酒我也喝得少了 另外一点呢 这为什么就是 有这么多人的提 就是提出来这个 大麻合法化 如果你非法 那我要 因为 已经形成一种文化 因为开party干什么的 都要有点大麻才行 如果你非法呢 我就得到黑市上去买 那么到黑市上去买呢 你接触到其他毒品的可能性 就突然增高 如果合法化 我到超市 我去买点大麻回来 就因为买香烟似的 我买点回来 我不会接触其他的毒品 这是第二点考虑 第三点考虑 是大麻与烟酒的对比 实际上 经过这个研究 大麻的依赖度 远远要低于酒和烟 或者上瘾 或者上瘾之后 我戒掉 这个的容易程度 远远高于酒和烟 和正常的香烟 第二个呢 实际上大麻呢 是比较安全的 不像这个人想象的那种 我对 我 这么说吧 这个不像想象当中 我吸了大麻之后 我明天就到癌症 没有到那种程度 这也是研究人员 做出来的这个评价 它很少引起了不良反应 那当然是跟其他毒品 就其他的像这个冰毒之类的 那些东西是无法比拟的 另外一东西呢 就是公共卫生的负担小 这什么叫公共卫生负担小呢 也就是说你使用这个酒 就是现在目前啊 目前这个酒类中毒的 喝酒过多的 这个香烟的这个情况 就先造成这个对身体的危害的 这种东西呢 普遍的要比这个这两者呢 要轻多了 另外一点 这个可能大家都在 如果在美国的这个马路上 聚集的路上呢 就明显能闻到一个大麻的味道 就是人一嗨的时候 这些人就拿出大麻来进行西施 这个味道 对于我本人来讲 至少是比雪茄味道要好闻一点 所以说那大麻呢 就是说给这个人的这种感觉啊 可能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那么另外你比方大家都知道 这个有两个国家是大麻是合法化的 这个葡萄牙和这个和荷兰 那这两个国家 这青少年的使用率是非常低的 因为知道这个青少年对 这有种好奇的东西 你越不让他干什么 他越干什么 你知道哪都能买着 他反而不做了 他反而不要了 所以呢这样对青少年也有很大帮助 那这里边就提到这个两个党 那么共和党呢就反对这个大麻 因为什么呢 共和党有史以来对毒品的合法化一直反对 那民主党就刚才我跟你说这个 就是支持大麻的合法化 这就是这个道理 刚才我讲了这么多的一个道理 另外一点呢就是关于堕胎的问题 堕胎呢就是这个共和党呢就反对 民主党呢就支持 实际上这里边堕胎啊 是列在堕胎里边 实际上焦点的性教育 那么堕胎呢 你要如果是这个反对堕胎 那么这个里边呢就是说属于 尤其是这个这种宗教性的 或者是偏见性的堕胎 你比较性别选择什么等等的东西 那么不堕胎呢就是我支持说不堕胎呢 就是你有了你就就堕胎了就好了 那么呢我只是说呢 我对于这个小孩的教育呢 我就告诉他这个如何过性生活 如何这个参征避孕等等这些东西 这是共和党所做的东西 这两者呢就有些不同 另外一点呢就是LGBT 这LGBT呢就是女同性恋 男同性恋 双性恋和变性的 这个的支持程度 那这共和党呢就是不支持 历来都反对同性婚姻的 共和党 那么民主党呢就支持和这个同性婚姻 从哪开始呢 从奥巴马 那奥巴马2012年的时候呢 就公开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 他也是第一个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的一个总统 最后一点呢是关于枪支 那么枪支呢 这个在美国呢也是一种文化 这个呢是应该是源于当初美国的这个现状 19世纪的西部的一个开就拓张的时候 大家都都开发西部的时候 那么我如果我没枪的话 一个是对于动物我没法控制 我主要为了保护自己 那么这里边呢就说 也是大部分中国人对于枪支呢 就是感到厌恶 哇这人人都有枪 这太危险了 那么这反对力会提高吗 实际上这里边也是有研究 你有枪了 犯罪率未必会高 为什么呢 你比如说我闯到某人家里头 如果没枪 那么我可能带一棍子 我就闯他们家去了 那么进行偷窃或者什么 这就是犯罪了 那么当那人有枪的时候 那么就说这家不知道他有什么枪 那我进去的时候可能帮一枪把我打死了 那么这个犯罪率可能降低 那这里边也是争议很多的东西 那么这个共和党呢 就是放松这种管理 就是说每个人都可以自由买卖枪支 那么那个民主党呢 就是说我严格控制这个买卖枪支 每个人最多买什么样的枪支 买多少刷子弹 就是对于这个枪的型号的控制等等 这是民主党喜欢做的 那么在这一部分的最后一项呢 是外交政策 外交政策呢 大家呢可能关心的不是特别多 我在这儿呢 就是一代而过 那么一个呢 是这个单边主义 那么川普的共和党呢 就是属于这个单边主义的倡导者 为什么呢 他认为这个美国呢 这个牛 我不需要别人帮忙 我四边能摆平 这就是不需要参加什么多边的 什么政策在一起 那么民主党就不一样了 民主党呢 就希望呢 是跟那个其他国家呢 进行联合来做 这里边呢 说也 严格来讲也没有什么对错 你比如说 以前发生的这些战争 那么说实在的 主体的战争 主体都是美国人自体 那么其他人 就比如说加拿大 去帮忙 拿着派几个人 那些战斗力很差 那么也可能去那 做两下 意思意思 结果呢 等打下来之后 你看加拿大也参与了 实际上美国人说 这我一人干的 那就是这么一个 大概的道理 第二点呢 就是关于非法移民的事 那非法移民呢 就也两方面 那个共和党就反对 非法移民 这真的老了 那么多非法的移民 怎么受的 到目前为止 美国基本上有 都平衡在一千万 非法移民在美国 是平衡的 就是有些 非法移民走了 又进来一批 有些非法移民呢 就是避难了 然后呢 又转成 正常的居民等等 这里边呢 就是基本上 就是近些年以来 一直平衡在一千万 到一千二百万 就非常大的一个庞大数字 那为什么 民政党会支持这一点呢 这东西是这样子的 民政党呢 就是他本着 这是人人平等的角度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他也呼吁这个移民 这个制度的改革 只是说呢 把这些非法的移民 进行合法化 使得他们呢 能够正常的 为美国做贡献 这前面有一条 你不让他做贡献 他领略不住 你不也没辙吗 你得让他活呀 所以呢 这跟前面也是有 有关联的 就是社会保障 这块也有关联 所以呢 这里面呢 有一个就是 痛恨这个非法移民 这么多人都跑我这来 拿我的粮食 另外一个呢 就是来的挺好嘛 你来之后 把它变成公民的 正常工作 挺好的吗 所以呢 这里面的这个 美国这个非法移民呢 是确确实实 是一个 一个大的问题 不知道以后 这个问题 是如何来解决 这就是呢 这个 他们之间的政策分歧 最后呢 我们来看看 那个党派的 他们的经费来源 和支出 到底这个运作一个党派 也不容易 他哪来这个的钱 来帮他运作啊 再一个呢 就是大选 大家都是大选 烧钱的一件事 当初呢 1860年 这个林肯当成总统的时候 只花了十万美金 到了这个2012年的时候 已经花了二多亿 你才能当总统 因此呢 这个经费的来源 是至关重要的 那么这个经费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那么我们这里边呢 就得要谈一谈 那么第一个呢 我要说明的事情呢 是这样的 两大党派 美国的两大党派 都没有交党费的规定 也就说呢 这个你 不管你入哪个党派 你注册一下啊 我就是共和党党员了 我注册一下 我就是民主党党员了 不用这个交党费 你随时可以退 你随时可以入 你可以入好一次 今儿我入了 明天退了 后天我再来 都行 第二点呢 这个你政党的 你的活动的经费 你绝对不能使用国库 也就是说呢 这个党的这种经费 你自己解决 你自己 你有能耐 你就找别人多要点 你没能耐 就少要点 就少花点 但是绝对不能花纳税人的钱 这个呢 就是说 政党的经费 跟政府的经费 没有任何关系 没有半毛钱关系 就是个为个的 那这就是 起到 他签哪来呢 那签就捐款 是 这个党员呢 不能交党费 但是通常 你得捐点钱 你比如说 你入党了 那这个 大家高兴高兴 这个吃顿饭 然后这吃饭过程当中呢 你别花一百块钱 行 我今儿出一百五吧 那五十块钱当党费了 那这叫做捐款 另外呢 就是支持者 你不是党员 但是我支持共和党 因为共和党的观点 够一致 或者呢 如果这个 共和党上台之后呢 这个可能对我 我感觉对我好 所以我支持他 那进行捐款 这个捐款在美国 不是说这个 尤其老百姓 你不是说 你我想捐多少捐多少 他为了平衡 就为了这个 大选的公平和平衡 那么每一个 这个个体人 他有限额 就是你不能捐太多了 像目前的是两千八 就是说你 我要捐到共和党 捐钱的 你不能捐太多了 最多两千万 就结束了 另外呢 其他的这个捐助方法 这里边哈 就是企业捐款 再不说了 因为呢 这个某个企业 就是这个政党 他所代表的利益 你比如说 他是属于那个 比较开放能源的 那么这个能源 那些公司呢 我当然我愿意捐款 实际上大部分的资金 大部分 绝大部分资金 都还愿意呢 各个公司 就是是不是 你庆 那个这个以后 你当选之后 是不是 这个倾向于他 那么这个呢 这个 捐款不一样 另外呢 这个实际上各个政府 他也捐款 就各地的政府 这个政府呢 捐款不是说 我这个捐款 不是说所谓的用 叫什么 用这个纳税人的钱呀 或者用什么 什么东西 这里边捐款呢 是指 你比如说 这个 我这有优雅酒店 我这有一个 这个 这个广场 本来要用的时候 你得出钱 现在我可以付出了 这是为了什么呢 他为了增加 他收益 你比如说 我在做 做这个 鼓动的活动 那么呢 一大堆人来了 那么这就有消费 对于我的城市 当中就有消费 相当于游客 很多人为了 优雇这东西 他跟着总统跑 那总统去哪 我去哪 这就相当于热闹 那么这里本身 就产生一些费用 这些观光旅游的 这种收入 非常非常可观 那么这里边 就是说很多的城市 就喜欢 总统你到我这来吧 这个我这摇摆州 你到我这城市来吧 我欢迎你 我给你准备好了东西 你来就能讲 那么你来了 那么这样带动他的消费 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那个 这个总统的 还有一个竞典基金 这个竞典基金呢 占的数很少的 刚才我说呢 就不用纳税人的钱 这里边呢 还不完全正确 在这个美国 如果你在报税的时候啊 有1040的一个表 当中有一项 你要是勾上 他就告诉他就说了 这项干什么呢 就有三美元 在你的交的税款当中 其中拿出三美元来 放到了总统竞选基金的路去 你要若同意 就把这钱拿过去 这个形式上来讲呢 是你同意 拿的并不是你额外在出的钱 就我 如果你比如我交一万块钱 这个给联邦政府 交一万块钱的这个 税金 所得税 那么这时候呢 我勾上那个之后呢 我可能去掉了三块钱 放到基金会里 那其他的再交到政府了 这就是这个 总统竞选基金 另外呢 这个费用如何来进行使用 这点呢 跟这个中国呢 是可能是不太一样 他很少有这个 就职业的这个党员的工作 在里面 大部分就是这个 这个党之所以工作 就被竞选 竞选完了 你就开始工作 你就工作了 那么如果你比如说 共和党当选了 当然是共和党的人 在政府当中 占的比例就稍微多一点 所以这里面 我也提到呢 这个美国呢 这公务员就分成两类 一类呢 是公务员的 不管你哪个总统上任 我就干我这活 你比如说警察 你是拜登上来也好 你是川普上来也好 我还干我警察 我跟你这没关系 然后另外有一批呢 这个人员呢 是跟这个党派有关系的 你比如说他组织一个内阁 外交部 很多很多的人在里面 那么这里面的人呢 我肯定用我的人 当我上选当选的时候呢 我纳入一批人 我的人还能进来外交部 那么你那批人就拜拜了 那这个时候呢 美国的这个公务员呢 分成两类 这就其中的也是其中的一部分 所以呢 就是他的经费的使用呢 基本上是用于竞选 很少用于普通的 那么这里面就是一个费用的使用问题 使用的都是这个竞员 就是大选的时候 这个使用问题 那么这里面的费用呢 大部分的费用就全放在广告费里面 还有一些呢 这个属于差旅费 所谓的差旅费呢 就是那个总统后援人 就来回跑啊 你给造势啊 你来回跑啊 这都是一些经费 你不是说你 总统一人过去了 这一夸一过归一团队 你要到里面去搭棚子 各方面的东西都要做 这一笔费用 然后另外 很大的一笔费用 是顾问费用 就是说他有些人呢 是职业的竞选顾问 就是我这人是专门严谨竞选的 就是说我 我知道 我来跟你分析 你应该怎么去拿这选票 你整约甚至 怎么来制造这十月经济提 那么怎么 这个说什么话 使得少的足异会偷你票 这有一批专业人员 这批专业人员不是白给你干的 你掏钱 然后另外呢是工作人员 就竞选团队的工作人员 那么就这个工作人员 大部分的都是抽调的 你比如你搞这个数据分析的 那么你在某一公司 那么这里边呢肯定需要数据分析人员 那这时候呢就跟你的公司商量一下 你那个张三我们都比较熟 张三你是不是能过来帮我们一下大选啊 大概半年时间或者八个月时间 那么这个费用呢 我给你支付你的工资 同时呢还要补助一下你的公司 所亏欠的一部分 那么这是呢 这个竞选团队的一个公司 这个呢就整体呢 这个是里边的一个话销 在结束之前呢 我有一个疑问 什么疑问呢 这个大家都知道 这个中国呢是共产党的进行执政 也是一党的进行执政 我一直不太明白呢 这个他的党的 他的钱从哪里来 是用纳税人的钱 还是用党费 我觉得党费应该是不够 因为那他按照你工资的多少来弄 所以我一直不太明白 希望能够有一解释 好谢谢大家观看 希望你能够喜欢订阅 然后呢发表评论 拜拜